药王菩萨以良药救治众生身心两种病苦 望有缘看到这个视频的朋友都能随喜订阅人间修行录频道 点赞并转发本视频 让更多的有缘人加入修行的队伍 就是成就不可思议的法不失功德 圆绝经云 四大各离 今者望身当在何处 即知此身毕竟无体 和何为香 十同幻化 四元甲合 望有六根 众生由于造作种种恶业 感得四大甲合生死之身 网受俱补 这位药王菩萨曾发怨言 众生身中四百四病 但称我名 急得处愈 药王菩萨就是药师与众生种种良药 使众生身心安康 药王菩萨不但医疗众生现身身心等病 也要救疗其历劫生死大病 药王者 一切众生远离病苦 贫苦 义苦 夜苦之良药 故此广施佛法妙药于百千大众 令其彻底离开生死诸苦 这就是真正的药王菩萨精神 以药公僧中当成佛药王菩萨 因以秉施舍罗惹 为施与良药 救治众生身心两种病苦之菩萨 随代嘉祥大师书法华经时说 药王者过去是以药救病 因以为名 药王菩萨亦与药上菩萨一起出现在经典中 据佛说观药王药上二菩萨经记载 药王菩萨与药上菩萨本是一对兄弟 一名星宿光 一名殿光明 星宿光长者在过去是琉璃光照如来相法时期 因听闻日藏比丘广赞大成菩萨本源 演说如来无上清净平等大会 心生欢喜 如服甘露药 因此而以各种雪山良药供养诸比丘众 发菩提心 行菩萨道 殿光明长者一心生随喜 孝学兄长 众僧服良药以 北文妙法 以药力雇除去四大增损及烦恼 称会二种病 因此要雇大众揭发阿漏多罗三秒三菩提心 于未来世息当成佛 因此释迦牟尼佛对弥厄菩萨预言 这位药王菩萨久修犯行 诸愿已满 将在未来世成佛 好净眼如来 药上菩萨也将在药王之后成佛 好净藏如来 经文详细记载了药王和药上菩萨的观修功德 陀罗尼本生传记 极著名的称说过去五十三佛名忏悔灭罪法 药王菩萨过去是难舍能舍 还曾经燃身共佛 不可思议 药法莲华经记载 过去无量横河沙节 有日月静明德如来 其佛寿命为四万二千节 时有一菩萨 明一切众生喜见 修喜苦行 经尽经行 一心求佛 经一万二千岁 正得献一切身色三味 心大欢喜 后乃福诸香 饮香油 于日月静明德佛前 以神通利愿 而然自身供养佛一千二百年 命中后父化生于静德王之家 受日月静明德如来之父主 于彼佛灭度后造八万四千塔 其自身亦于七万二千年间 然必供养其塔 彼一切众生喜见菩萨 及今知药王菩萨 佛门之一 度重疾苦药王菩萨 救治众生身 心诸苦 其化现有何止百千身 或许他就是我们身边 那位救死福伤 妙手回春的医生 在佛门中 也有许多高僧身安医道 以此来疗愈众生疾苦 利益全生 成为举世闻名的僧医 安氏高法师西域最早来华的《易经》者 安氏高法师是其中的佼佼者 称得上是佛经汉义的开创者 他的译文条理清楚 措辞恰当 进到安法师遇知 易理明熙 文字允正 辨而不华 智而不也 作为东汉佛教翻译家 为佛教传入中国并在中国发展 做出了重大贡献 安氏高法师自小聪明好学 博览国内外典籍 知识念很广 不仅上知天文 下识地理 甚至鸟兽之声 都无所不通 此外 他还精通医术 旧苦疗伤 尤其擅长真酒脉等医术 东吴康僧会曾言 其为人也 博学多识 贯宗神魔 七正迎缩 风气急凶 山崩地动 真脉诸术 堵塞之病 鸟兽鸣体 无音符照 建真法师我国唐朝的建真法师被日本医药界奉为十足 当时 中国的医药和医学知识逐渐传播到国外 其中东渡日本的建真法师贡献尤为突出 最为著名 他在东渡日本之前就是著名的僧医 博达多能 品鉴吉经 曾主持过大云寺的悲田院 为人治病 亲自为病者尖调药物 医道甚高 唐天宝元年 742年 建真在扬州大名寺为重奖律 日本僧荣瑞和普照齐请东渡船接 建真接受邀请 先后六次东渡日本 克服种种困难 最后一次取得成功 带去各种先进文化技术及大量香料 药物等 抵达日本时 他已双目失明 但仍努力弘扬佛法 传播中国文化 并以其丰富医学经验 讲授医药知识 至今日本奈良昭提寺及东大寺政仓院 仍保存有其遗迹 建真法师是律宗南山宗传人 日本佛教律宗开山祖师 被日本人称之为天平之盟 亦为他的成就足以代表天平时代文化的污籍 亦为高峰 建真法师曾治于日本光明皇太后及圣武天皇之病 曾被授予大僧兜 大和尚封号 其医学著作有剑上人秘方 成为了日本医学上的宝贵遗产 在佛教建筑 雕塑等方面 他也颇多建数 建真法师第五次东渡时在唐代天保七年 七百四十八年 春 从扬州出发 经过无数险阻 竟被漂到海南岛的镇州 金崖县 东行经万安州 经万宁 渡海至雷州 经广西藤州 吴州至贵州 经贵林市 适时双目失明 天保九年 经大禹至江西前州 吉州 北行至江州 经九江市 途经东林寺 在东林寺停留 与东林寺僧人至恩至同道合 最后一次东渡时至恩共行 将东林寺教义传入日本 因此 东林寺的静宗思想也在日本佛教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常随弥陀 皆引众生要王菩萨位于西方极乐世界 为阿弥陀佛二十五菩萨眷属之一 常随阿弥陀佛迎接往生极乐净土的众生 并受阿弥陀佛嘱咐常护念佛人 《使往生阿弥陀佛国经》中记载 若有众生 深信诗经 念阿弥陀佛 愿往生者 比极乐世界阿弥陀佛 极浅观世音菩萨 大世至菩萨 要王菩萨 要上菩萨 普贤菩萨 法自在菩萨 狮子厚菩萨 陀罗尼菩萨 虚空藏菩萨 德藏菩萨 宝藏菩萨 金藏菩萨 金刚菩萨 商海会菩萨 光明王菩萨 华颜王菩萨 仲宝王菩萨 月光王菩萨 日照王菩萨 三昧王菩萨 自在王菩萨 大自在王菩萨 白相王菩萨 大威德王菩萨 无边身菩萨 使二十五菩萨 拥护行者 若行 若住 若坐 若卧 若晝 若夜 一切时 一切处 不令恶鬼恶神得其遍也 于当今末法众生而言 信愿念佛求生西方之净土法门 可以说是药王中之无上药王 大觉世尊一代使教 使大一王 普至众生身心等病 所用之药 其数无量 戒定会三 射尽无疑 以故子三 宁为药王 若能复之 极凡成圣 然而相对于净土特别法门而言 药虽美妙 修和实难 印祖曾于目见药王彭旭 代传 中开世 信愿念佛求生西方 名为阿加陀药 万定总治 下手易而成功高 用力少而得酵素 上中下三根 即生皆出苦轮 戒定会三法 当念西本剧足 使之信愿念佛义法 乃药王中之药王也 我等众生性成素因 北闻子净土法门 一定要结成至敬 滋滋修持 以其普遇自他身心生死大病 若能念滋在滋 何难及心及佛 则无边利益 皆所成就 已如是因 敢如是果 现生地北蒙佛皆隐 高玉海慧 将来必作药术王身 普至重病